你以为你这么闹下去,不爱你的男人就爱你了吗? 你闭嘴你不要再说了! 在电视剧《不获之旅》中,自从得知冯春生娶了卓小婷之后, 简单渐渐放下了这段感情, 马列文生怕他想不开带着简单到处散心, 和之前的冷面总裁真是判若两人, 两人在异国他乡开启了一段浪漫之旅, 和林宛柔不同,简单活得更加自我, 在马列文身边林宛柔有很强的控制欲, 他虽然陪马列文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, 但他的手伸得太长, 马列文的一切他都想掌控在他手中, 显然这样的感情任何男人都接受不了, 跟简单在一起让他很放松, 虽然这个女人很任性还时常发点小脾气, 把马列文吃得死死的, 可转过头还是得老老实实哄着他, 这不就是小情侣之间的乐趣吗? 尤其是两人在荒郊野外遇险后, 马列文和简单抱在一起相互取暖, 这也让他再次有了心动的感觉, 自从和王义如离婚后, 马列文一心只有工作和女儿, 这久违的心动让他对简单有了不一样的感觉, 两人回国之后, 林宛柔第一个察觉出两人的关系不一般, 甚至想将他赶出马家, 别说穆家不答应连马列文都不同意, 但是人言可谓简单为了马列文可以说是委屈求全, 一边是虎视眈眈的林宛柔, 另一边是患有遭遇症的前妻, 两人只能偷偷交往, 不久后连王义如都感觉到马列文身边有了别的女人, 可他自己也是出过鬼的女人, 况且现在两人已经离婚了, 为了挽回马列文的心甚至想跟他再要个孩子, 简单看到自己的男友跟前妻亲热还不能出声, 简直是太憋屈了, 王义如笃定跟马列文有私情的女人就是林宛柔, 于是偷偷跟踪她, 更可笑的是还带着简单一起去捉奸, 直接跑到公司对着林宛柔就是一巴掌, 现在可以说是三个女人一台戏, 都争着抢着要马列文场面一度失控, 关键时刻马列文终于站出来宣布, 简单才是她的正牌女友, 林宛柔和王义如都惊呆了, 怎么也没想到两人欲望相争, 却让简单捡了个大便宜,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热剧情点击关注,